一名女子坐在電箱上面對不斷古噪的人群當中剪下自己的頭髮 成千上萬的群眾走上街頭示威高舉著布條表達不滿 事件的導火線是因為有一名22歲的女子艾米尼 只因為沒有把頭巾戴好就遭到宗教警察逮捕 沒想到竟然還疑似被警方殴打致死 事件引發全民公憤抗議活動在伊朗多個城市遍地開花 許多伊朗婦女剪掉頭髮 在大馬路上點燃火堆燒掉頭巾 兩名男子爬上政府大樓的外牆撕毀伊朗總統的畫像 下方圍觀人群發出陣陣歡呼 抗議還演變成幾名衝突有人焚燒警車 燒掉垃圾桶砸破車窗 警方發射催淚瓦斯橡皮子彈甚至是實彈 導致多人死傷 自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 伊朗當局強制要求所有女性在公共場合必須戴頭巾 穿寬鬆衣服來掩蓋身材 如今民怨四起由伊朗民眾認為 現在有可能會是個轉捩點 事件不斷升溫引發國際關注 為了平息民怨 也讓總統下令調查女子死因 給家屬和外界一個交代 來接著做好報道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 車子 马上 跟